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久的时间没有跟着球队在一起生活来出来比赛 然后这次能跟着球队然后确实感觉特别幸福 然后对于我来说也是特别激动 我也想很快的去融入到球队的这个比赛当中 这也是我看跟着球队看第一场比赛 看完之后觉得也比较着急 手也比较痒 然后也希望像刚才说能赶紧回到球队当中去 跟着他们并肩作战 我是差不多六月底回的国 然后在大连又进行了两个月的康复 现在对抗基本上没有参与 还是在跟大家进行一些没有对抗的一些战术的一些磨合 能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球队当中 然后今年也是对于我来说 刚回到球队确实也比较陌生 有很多从外面进来的球员 包括从青年队上调的很多年轻的球员 在球队中 所以对于我来说 虽然感觉到比较陌生吧 但是能看到他们那些潜力 我觉得特别的开心 球员有流动是非常正常的 更何况这是新疆队吧 从我这是我在球队的第九年了 从我在这支球队 其实每年都会有很多的球员来到这支球队中 也有很多球员离开这支球队 虽然这三位队员 我很舍不得他们 对因为我跟他们感情确实比较深 但是能看到他们去到了另外优秀的球队 同时也替他们感到开心 包括在这个赛区我看到了长冬和熙热 然后他们现在跟他们聊的也比较多 他们对我的现在的期待 可能他们离开球队 可能都说我的肩上的担子更重 对然后他们可能对我更加期待了吧 作为队长来说 虽然现在不能打球吧 但是希望大家能在场下 能把大家的后勤保障做好 然后另一个就是 希望能把大家纽聚在一起 然后等我能回归到场上 我希望自己能再去多尽一份责任吧 后勤保障 后勤保障就帮大家拎鞋呀 递水呀给毛巾啊 就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球队每天每周都会有例会 对所以我们每次都会发言 可能我跟周期会 说的比较多一点吧 周期现在可能打球嘛 然后可能说更多是在场上的一些问题 然后可能我就说一点场下的生活呀 一些管理呀 这些 对 他说球场上可能更多希望 因为比赛快开什么 因为训练和比赛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希望大家 不要说我们现在 是年轻球员 我觉得到场上离开青年队 上掉一队就没有说年龄 这个区别的 谁厉害 谁去打 对 希望大家能忘掉自己年轻球员的这个身份 包括赴赛之后 我们可能缺少了外援 然后可能有很多的出场机会和出手权给他们 我觉得他们能把握住了 这也证明他们是有实力的 只要给他们机会和这些出手的机会 我觉得他们都能把握住 现在康复已经快进入最后的阶段了 然后现在还是 还是在努力去康复吧 因为每天可能膝盖的感觉都不一样 但是 但是能感觉到膝盖是明显每天都比一天再好 对 然后自己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去百分之百的 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心理上 能达到一个百分之百的状态 再回到球场上 伤后的可能 第九个 快十个月了吧 二百九十个月 嗯 枯燥 乏味 无聊 难受 反正都是很消极的一些词 对 不能回到球场上吗 确实 特别喜欢打篮球 然后这一段时间不能 不能回到球场上去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然后就会感觉到很枯燥 而且这个康复确实每天付出很多 但是伤病的恢复 包括十字仁代时间是比较久的 你就能感觉你付出很多 但是进步只有一点点 对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就很消极 对 但是还好一切都很顺利吧 到了现在这个过程 那倒没有 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反应 因为我说了 我就听到十字仁代的一个 算一个就是你受这个伤的表现吧 就听到怕的一声 当时我躺到地下 我就给我自己就诊断完了 就是十字仁代已经断了 我当时就挺冷静的 因为像我们运动员 其实对上面也是比较有经验 像我们这种十字仁代都是 有一声怕喝特别脆的声音 包括像跟腱手上都是感觉被人踢的这种感觉 所以对我们运动员来说 我们还是有一定的经验和准备 所以当时我看到 听到那个声音和小腿变形 我就感觉我的十字仁代断了 当时我自己感觉完断了之后 然后去医院拍片 也是证明我是对的 然后所以就 当时就感觉整个身体很疲惫 很累 然后当时受完伤之后 感觉自己就是像解脱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啊 我好累啊 我十字仁代断了 我可以休息了 就感觉当时第一感觉就是啊 我可以休息了 就这种感觉 可能我最近几年 可能三年左右 一直在国家队联赛 国家队联赛 美国这一直在跑 可以说没有很长的这种 休赛期啊 去给我去调理身体 或者去对自己身体再去提高一下 所以整个身体这几年 一直来说都是疲惫的 然后 就是再加上意外 就是这样 困难就是 就是远离球场 对 包括十字仁代之后 可能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你是回不到球场的 一直在做一些 嗯 就是 膝盖的一些功能性的训练 然后去 恢复一些角度 因为你要回到球场上 恢复你的功能性 你需要去做很多的准备 也就像我刚才说 很枯燥嘛 每天都在重复那些事情 然后付出很多 但是进步 每天就只有一点点 就是需要一个 长时间的一个积累 前期可能身体上 刚手术完之后 身体上比较大 然后等你回到球场的时候 就完全就是心理了 像现在可能 在做一些 类似于我受伤的那个动作的时候 可能心里面会 有一点阴影之类的 就是很难 第一个首先 那个 确实也挺高的 对 然后 就是需要一个心理过程嘛 当我第一下跳过去的时候 第二下第三下 就很轻松 就是不敢跳 就是单纯的 不太敢 一咬牙 对 就上去了 主要都是第一下 第一下你跳过去之后 你就会 我 这个对我来说 没有问题 所以你第二下 第三下 大家就会很轻松 现在这个伤疤在新 是不是伤疤 这伤疤其实 算我在 如果说球场 把球场比作成战场的话 感觉就是在战场上的一个 功勋章吧 对 我更希望自己能以一个 更好的状态 回到球场上 把这个 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我在手术期间 在美国也是经历了 疫情 然后经历了很多 包括回国之后 包括这次伤病 其实更多的是 觉得自己的心灵上 有个很大的 感觉 自己比 以前稍微成熟的一点 最想感谢 就是我自己 对 然后再能在 这么艰难的时刻 我觉得 自己都挺过来了 对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也挺想感谢自己的 继续努力吧 因为 还没有结束 因为 离百分之百 还有一点距离 我对自己很有信心的 对我来说 剩下就靠我自己了 所以我对我自己 非常有信心 我觉得这个 现在对我来说 真的太早了 我不知道我第一场比赛 回归到球场上 第一场比赛 会是什么样的 所以对我 但是我 我特别期待那天 我觉得不论是好是坏 我都 特别愿意去 接受这个结果 我希望能跟着这些年轻人 一起去成长吧 对 首先我们这个赛季 青春风暴 我觉得 我们 喊出这个口号 首先是 对这些年轻人 有很大的期待和信任的 对 我们不能说我们 只能说这些人很年轻 但是没有能力 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 我觉得俱乐部能做出这样的 决定 首先是特别信任他们的 对 我希望能跟着他们一起去进步 一起去为我们的目标 去发起冲击 目标 目标当然是冠军 但是 我也希望我们现在这球队很年轻 我们希望大家 夺冠肯定是目标 是结果 我们希望先放到一边吧 然后我希望我们能去专注过程 去相信过程 去把我们的过程完成好 即使结果不太完美 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 特别有收获的赛季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